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覺不覺得夏天面上又容易出油又容易出汗 氣色特別不好呢? 所以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一種化妝品 在夏天用的時候氣色可以更加好的 答案就是胭脂 不過胭脂有很多不同的質地 例如很多人喜歡用的粉狀胭脂 和夏天很適合用的啫喱用胭脂 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用這兩種胭脂去做一種好氣色的妝效 粉狀胭脂的特點就是多顏色選擇和上色容易 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兩種很實用的擦法 第一種做法就是用化妝掃上的 今天夏天來了 所以我就選了一種夏天很適合用的珊瑚色 拿粉狀胭脂的時候 首先就是在粉狀上左右左右掃 然後你就會看到掃尖上面就是淺色的部分 而掃下面就是深色的部分 我就會在這裡左右左右上 然後輕輕地挖開它 第二種方法就是會用胭脂去修飾輪廓 我就選了這一種顏色 這一種顏色就可以做Shading 拿粉的時候 淡粉紅色就在掃尖的位置 然後啡色就會在下面的位置 我就會在顏尾下一點 即是在拳骨下一點的位置掃上去 這樣就可以同時塗上胭脂 就可以做Shading 最近我就愛上了這個啫喱狀的胭脂 因為一來它上色很容易 二來它很有水潤感 而且可以做到很貼和很薄 這次我就選了這隻 玫瑰粉紅色的啫喱狀胭脂 那怎樣去拿呢 我就會用第三和第四隻手指 拿適量的胭脂 然後就輕輕引起拳骨這個位置 就慢慢挖開它 細小一點慢慢挖開它 因為這個胭脂太方便了 所以通常我都會帶出家用的 那如果出家的話 我就會帶這隻 彈粉紅色 除了可以補一些 脫掉的胭脂的顏色之外 還可以去補一些暗層位的 涼滑鼻涼的位置 又或者是眼底眼圈的位置 那些暗層位也可以提涼 好久的胭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